尽管球队的王牌外援拉维奇,下半场正是声誉复出,但是华夏幸福依然在客场一比赛完外给了山东鲁能,遭遇了近四轮的第三场败仗,而在积分榜上,华夏幸福已经下华他第11位,距离降级区仅仅5分。 3的他们,冲击下赛系亚冠资格接近破灭,或许是受到球队进来战绩高高的影响,也或许是因为天气炎热的原因,华夏幸福的球员之间在本场比赛,就发生了相当不和谐的一幕,这也让河北球迷看了可谓十分的担忧。 当时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,球队的大排外援马斯谢拉诺,一个过于随意的刀扇球,让队友将至彭冒着受伤的风险去和对手将持争抢。 结果两人激烈将双双双倒地,看到八仨巨星如此懈怠的比赛态度,华夏镇中自立最老的本土球员们将杨成看不下去了。 他紧直的冲上前,却对着小马哥一段怒骂,发泄自己的不满。 而提起火爆大根廷人自然不甘身弱地会捂着胳膊欲激烈地回队,看到小马哥不服自己,杨成气愤地遇走到小马哥跟前讨料说法,最终在队友罗森门的劝阻下,这次内控才告于段落。 不过在中场结束后,已经在气头上的杨成才退场,实在度向小马哥发泄着不满。 直到球队的技术总监写封,还有队友夫人天上前安慰,这位华夏门神的伙计才逐渐消退,而那一边,自认为自己没有错的小马哥,也在退场时不断回头,喋喋不休地在嘴里抱怨着什么,慢性的是,两个队友并非肩并肩退场,否则肾上腺肌肤分泌过往的两个人,真的可能会在场边打起来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已经不是杨成第一次与球队外援发生冲突了,小马哥的前任,前卡外龙对赵姆比亚,也曾因为防守失误,遭到了杨成的怒续,杨成求生心切的心情可以理解。 他对球队的低级失误,得不满发现也无可厚非,但是在情绪的表达上,确实还是要掌握好火候,毕竟如果造成队内内控以及更衣式分裂,对于眼下战绩不佳,的话夏来说就太得不尝试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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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